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信拍卖201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将于11月2号在中国东莞正式开拍 据拍卖会主办方 东莞市恒信拍卖有限公司介绍 本次拍卖会的最大亮点就是百余服朝鲜化 这批朝鲜化均由朝鲜人民艺术家 功勋艺术家或者一级艺术家创作完成 可谓每一幅都是精品 据了解 本次拍卖会的拍品有朝鲜化114幅 中国书画111幅 全部拍品起拍价价值584万元 所以我们这批选的作品 都是朝鲜最好的画家的东西 而且都是功勋艺术家 人民艺术家 一级画家 没有比他们低的 所以在全国拍卖会当中 能够有这种档次的拍卖会 绝无仅有 应该会对这批画产生很大的兴趣 主要是因为作品好 价格力 深知空间巨大 恒信拍卖负责人表示 通过本次拍卖会 希望打开中国东莞朝鲜化收藏的市场 为中国东莞培育全新的收藏理念 营造全新的收藏环境 东盟卫视MGTV记者周小贤 周有匡 中国东莞报道 对啊